早安 今天聊天午餐 我們要準備出發了 在這個停車場 對面這邊有個小路口 我們要從這邊開始走 這邊還不是浴山還不是站口 正常來說可以坐借泊車上去 嗨 早囉 開始了 好冷啊 我們現在要前往浴山登山口的路上 就是一段小的 緩坡的柏游路 大概走一個小時 不知道我們要走多久 我們現在到了這個警察局 那我們現在要來投那個 鹿園鎮 鹿山鎮 這裡還可以裝水耶 謝謝 感謝辛苦抽到鹿山鎮 走完鹿山鎮之後呢 就是走這個 扎門旁邊的一個小路口 這邊可以走進來 好暗啊 自助審核 入園報道系統 入園報道要掃身分證 在警察局那邊走進來的地方 如果在早上六點半來之前 就是要自己審核 小鹿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小鹿 太小了吧 小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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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趕快回家 怎麼發現牠的 因為特別動耶 喔 你這在動的東西都特別敏感 不好意思 小鹿 小鹿 第一次看到動物耶 還是這麼小隻 對 跑出來 不睡覺 我們走到這邊有一個山岔路 然後這裡寫玉山登山口 還有1.4高里 我們從原本這裡東埔山莊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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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裡了 往左邊走呢 玉山登山口 然後往主峰 這裡很多林道可以走耶 其實 難怪很多人在這邊車速 車速之後隔天慢慢走 對啊 我們從3點開始騎 開始爬 哈哈 現在3點47 那我們到了玉山登山口 好 接下來從玉山登山口這邊前進呢 這邊就是山路了 就是這種碎石子的路 小心走 頭蹲很必備耶 小心喔 這路有點小 哇 這一段路真的是 比較窄一點 走起來要小心喔 你看這裡就有一個指標 寫8公里到排雲山莊 熱了是不是 熱了 快逃了 一小時二十分 保暖沈脫掉 防風沈穿著 會不會講話耶 也是挺抖的 我以為只有我一個人這樣覺得 上一次這麼晚走這個山路 是在嘉明湖的時候 也是這麼晚 然後這個暗的路呢 要走很久 我們這是夢露亭嗎 這裡啊 夢露先生與夢露亭 美國的一個幹事吧 一個領事 然後來看這裡 後來私事吧 過了剛才那個夢露良情之後呢 這一段好像稍微緩了一些 是嗎 對啊 我每次只要講完這句話之後呢 接下來就會開始抖了 嘿嘿 我剛才看網路上寫說 從玉山登山口到排雲山莊 是緩上坡 對 可是我們剛剛覺得有點抖 那這樣從排雲山莊 開始就是抖上坡了 哦 要用爬 爬繩子的啊 12%嗎 對 要爬繩子的 我們現在這一路呢 就是 石子路 戰板路 然後路有點窄了 走 走 還好嗎 如何 好 試一下 現在是5點37分了 然後我們到排雲還有4公里 看旁邊的樹都很大殼 而且好像快要天亮了 很暗,可是那裡很深耶 看起來很深 好壯觀喔 好美喔 還有四公里 現在天已經慢慢的變亮了 感覺可以不用頭燈了吧 我頭被綁得好痛 好像頸箍咒一樣 讓你看看 這是四十二 哦 它這裡 它還加到玉山主峰的棧橋編號 有82個 這個是第四十二個 然後現在六點零四分 然後 我們到了剩下距離排運山莊 還有3.5公里 然後現在天已經差不多完全亮了 對啊 天亮就很漂亮耶 很難得可以看到這種 對啊 景色 哇 藍色 橘色 好美 上面好像有一個休息點喔 涼亭 涼亭到了 耶 這裡有個涼亭 這裡是個吃早餐的好地方 好 哇這個view 來這裡吃個早餐吧 前面那個是玉山小南峰 然後那個是山叉峰 然後盤雲山沖在那邊 一開始前面比較早 後來就是緩緩 可是它都是石頭路 所以這些石頭要踩穩 我就覺得戴著帽子跟頭燈頭好痛 我也覺得 我現在拿掉的時候頭舒服多了 我昨天晚上戴著帽子要睡覺 因為這個關鍵是不早 過了涼亭之後 現在的路線變成這個石頭路 很陡 你看它帶著 呵呵 好還困喔 好還困喔 妳看上面有棵大樹 我真的啊 好還困喔 我看後面有景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這個耶 白面無數 我們還有兩公里到拍云山莊 這邊有寫 好累喔 那我們剛剛一共都沒有說話 大家都沒有說話 太想睡覺了 可能在高山空氣也稀薄吧 好困 對不對 好走吧 我覺得現在就是身體沒有到很累 但是精神上很累 又困 又冷 空氣又吸飽 睡覺 現在8點10分 那我們走到了拍云山莊了 然後在這裡也是要繳入圓鎮 好冷喔 排云山莊 3402公尺 我們現在在這邊休息一下 然後我們等一下休息一下之後呢 就準備供頂 那我們會把 一些裝備 不需要帶的東西放在裡面 對 現在來看一下 排云山莊裡面放什麼樣子 你等不及要進來 對 不不在乎太早了 在這排云山莊裡面啊 有賣早午餐 然後一分之150塊錢 可以來 可以 可以現金 然後 這裡有熱水 好希望我今天的目的地是這裡 到了 趕快出發了 好了我們現在大修一下 然後現在時間是8點50 那我們把防寒裝備帶著 然後水帶600 然後帶一些吃的東西 剩下的東西留在這邊 出發 剛才看到的告示牌 還有1.9公里會登到玉山的主峰 登頂 所以表示 我們接下來的路段會越來越陡 感覺很多上去看日出的人下山了 對啊 他們都有抽中 好開心喔 抽不中 所以才有這麼辛苦 單攻的 對呀 7點出發的 3點 3點 加油 謝謝 好遠喔 我們現在才走了0.7公里 還有1.7 好累喔 好誇張喔 這個地方 好累喔 真的好累喔 我也覺得很累耶 我覺得騎腳踏車是1點起床 真的 還可以睡飽 突然覺得睡到4點起床 是一種有睡飽的情況 對 而且是可以住家裡或飯店 哈哈哈 雖然這個景也是很厲害啦 好高哦你看 好高哦 满满的云海 真的 真的超高的耶 我看不到云海 因为云海在我们下面 好高哦 好累哦 好累哦 快要到了 为什么大家觉得我们可以很轻松走上来啊 还有朋友说 你们是要去走群峰吗 怎么会这么累啊 怎么会对我们有这样的误解呢 我们是很累的走上来耶 而且昨天根本没睡耶 已经很高耶 全山都在我们的脚下了 好这样就好了 这么多人都在我下面 这样你下次还要再来一次哦 好继续走 好哦 没这么累过 对啊 哎呦 真的很高耶 看右边会脚软 铁网到了 过这个铁网就差不多了 这个铁网这样走上去之后呢 再往左边走 然后再走 走上去 好陡啊 走这么多的捷径啊 最后这一条 真的是超级陡的 快到了啦 在那里 快到了快到了 快到了 哇 哇 好高喔 真的就像你说的一样耶 除了我们之外 没有其他更高的地方啦 真的好高喔 真的好高喔 3952 东北亚最高幅 哇 好难喔 好 现在时间是11点22分 到了 终于到了 最后一段好辛苦 最后一段好辛苦 标高3952 真的 东北亚最高峰 耶 好累喔 真的好累喔 然后刚刚还有山友说他们还有下一座要去走 他们等下还要去走 遇山西风 我觉得可以隆登我最累的一座山 真的耶 好累又好困 头又好痛 而且像石头路角又好痛 而且 最后这一段路好多攀岩的路线 蛮危险 很窄 你觉得走起来怎么样 很累啊 而且昨天没睡觉 更累 可是看这个大景真的是蛮美的啊 真的是没有一座山比我们高 真的 这个真的是需要来走一次 就一次吧 这真的是我们就在最高的地方的感觉 对很酷 然后看到所有的高山全部都在我们下面 然后前面有云海 真的很酷耶 哇塞 然后我们就在这边然后这样360度这样围绕一圈 哇 库壁了 最高的顶的感觉 然后前面那一段呢我觉得 如果说是精神好 体力好的话 我觉得那段应该不会算太难 对前面到排云之前都还好 排云过后就慢慢的变抖 其实排云是不是蛮陡的 短短一段路就要爬升蛮长的一段 对难怪大家会在排云住 对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抽到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吃个东西我们等一下就下去了 嗯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在这里啦 OK 下车就不拍啦 希望你的影片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开小铃铛 拜拜 哦真的好累 哦 哦 哦 好笑喔 真的 糟糕的 你怎麼把這個的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來了 還笑得出來嗎 現在幾點了 現在五點 所以我們走了十四個小時 天啊 超累 超級超級累 其實都笑不出來了 兩隻腳都在酸都在痛